下午2点半了 准备一些货了 马上3点半了 切一半了 8个4个4个 这样一压就好了 哇塞 看那远处的那个云朵 好漂亮 真的天好冷啊 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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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快了 我再吃东西 要不吃东西 580歹 180 280 180 170 上午马上六点半了 大家好 我是飞猫 还在这家的天台啊 昨天卸完货四点钟了 没有合适的货 后来到晚上八点多钟吧 订了一条从山门 装十三吨食品到无锡 昨天后来跟这个装货的地方老板联系了 他说八点钟上班 九点钟那样子可以装嘛 那我们现在过去 从省道七十三公里 慢慢的开过去 走了 他说八点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唐诗之路目的地 神山秀水新归处 九场大桥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到了沙门的柱厄 现在这个家屋后面 从住卧已经跑到三门转盘了 抽不过去 进入关岛 从第二出口试出 四处关闹 继续行驶1600米 前方红绿刚轻执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门祭祀学院 这个地方来过的 会不会是装我上一次装的那个货 继续行驶1800米 车子挺好 门开好 等发货的过来就可以装货了 十点钟了 装货了 好 好 上午的10点40了 三门这边回无锡的货装好了 转化还是蛮快的 半个小时搞定 现在到无锡的目的地430公里 走了 今天这个货说不定还能卸掉 抓紧走 好了 今天的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无锡见 拜拜